它被称为朝鲜上空的恶魔 哄名称犹如地狱身影一般收割着地上的生命 也曾被誉为太平洋上的雄鹰 守卫着自己的领土将一切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 F-86佩刀是二战后美国设计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 也是第一架能在平飞状态下超音速执行任务 以及配备空对空导弹的战机 主要用于空战 拦截与轰炸 可以说 开启了全世界空军后掠翼 超声速战斗机的新纪元 F-86战机的研制背景为1944年 当时二战的太平洋战争陷进高潮 于是美国海军开始计划研发新式舰载喷气式飞机 1944年深秋 北美航空公司NA134项目开始 F-86很快便被研发了出来 但效果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直到1945年5月 德国投降后机会来了 美国极切渴望获得关于最新德国喷气式战斗机的信息 以及其他德国秘密战时的研究 例如喷气推进火箭发动机和弹道导弹上的成果 于是军方从工业界和研究机构中挑选人员组成寻宝队 前往被占德国领土研究缴获的资料 并制成微缩照片运回美国 等到了1945年下 在翻译工作完成后 美国发现德国航空工程师已用风动测试过了 人内所能设想的所有气动外形 甚至包括一些奇形怪状的布局 上面一篇报道 披露了后掠翼在马赫0.9时有极大的优势 这一研究成果让美国工程师茅塞顿开 1945年8月 美国研究所决定让F-86改用后掠翼布局 要知道后掠翼是最大的区别 就是不会受到音速的限制 可以在没有伪亲的情况下 做一个俯冲来攻击目标 1945年10月1号 F-86原型机试飞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此开始了它的传奇之路 第一代F-86战斗机 被派往朝鲜战场对抗米格走廊 这些战斗机和二战时期的P-51野马战斗机一样 装备了6艇 0.5英寸 口径博朗宁机枪 尽管与米格15相比 这些战斗机枪缺乏足够的火力 但是它仍然坚持装备美国制造的配刀标准机枪 直到后来 20毫米口径的航炮取代了原有的武器 要知道 机炮的优势在于火力非常集中 而且比2亿上各有两挺机枪的飞机火力强大得多 同时 F-86也是一架讨人喜欢的空对空缠斗战斗机 所以异常适合机炮的应用 但随着冷战的到来 军事技术越发的先进 F-86已经开始遗忘自己作为缠斗战斗机的身份 配刀更适合扮演其他一些更具进攻性的角色 甚至用来携带战术核武器 在这种需求下 美国的F-86H应运而生 该机型采用了推力更大的G-73发动机 同时也加装了具有低空轰炸系统的投弹设备 所以 对于F-86H而言 最主要的武器就是MK-12核弹 不过有句话叫反普归真 下面就来介绍一下它的设计特点 F-86战斗机具有低安装的后掠翼 前三点是起落架 发动机进气口位于机头 战斗机类型的气泡状坐罩舱 采用后掠翼及低安装的水平尾翼 全用了带加力的通用电器 G-47-G-1-17涡轮喷气发动机 该系统由电子燃料供应器 根据整个发动机和加力燃烧尺的工况 来决定向发动机提供多少燃料 这样一来 就能最大程度解放操作员的双手 以达到发动机工作效率的最优化 于是 此发动机在当时被誉为具有大脑的发动机 那么发动机都这么先进了 武器方面肯定也毫不逊色 F-86D 机笔内安装 AN APG-36搜索雷达 武器包括六顶伯朗宁M2HB12.7毫米机枪 908公斤炸弹或8支5寸127毫米五导向火箭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该机型在不断的升级之中 多次更换了武器配备 例如上述提到的机炮等 要知道 F-86战斗机于1949年服役 曾大量援助北约各国 于是 该型的空中对手主要就是苏联的米格15 而这两架飞机也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针锋枪队 与米格15相比 F-86战斗机最大水平空速较低 最大声线较低 中低空爬声率较低 即便有些不足 但是它的高速性能下的控制性较佳 运动敏捷性高 也是一个稳定的机枪平台 F-86凭借更灵活的俯冲和中低空机动性能 对早期型号的米格15占有优势 但非压倒性优势 它的真正对手是米格15比斯 不过了解这两种机型的军迷朋友都应该知道 如果F-86被命中两发23航弹或一发37航弹 那么就足以被击录 若被命中一发23航弹则是被重创 所以总体来讲还是米格15比斯厉害一点 那么F-86配刀战斗机的具体数值是多少呢 长度 11.44米 翼展11.32米 高度4.47米 机翼面积29.20平方米 空重4578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7359千公斤 配备一台通用电器G47G1-13发动机 推力能够达到5200磅至1万磅 最大飞行速度960千米每小时 能最高升到15000米 最大航程1060千米 作战半径750千米 续航时间为2.9个小时 尽管这些数据现在看来比较平常 但在当时已经非常非常强力了 所以F-86配刀机多次参与到战争之中 而其主要接战对象就是米格15与米格17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虽然F-86是当时联合国部队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 但因为数量与转换训练尚未结束 所以在前半年 美军在韩国战场的主力 仍是F-80与F-84战斗机 直到1950年11月 首度与苏联制造的米格15战斗机结束 美军发觉当前战机已无法有效置敌 于是急忙在1950年12月 从美国本土调动三个中队的F-86增援远东 直到停战协议签署前 共有696架配刀机运输到朝鲜战场作战 F-86与米格15相比较之下 最大水平空速升线中低空爬升率都低于米格机 但它因为飞行控制装置比苏联设计优秀 而且飞行操作装置设计较为先进 所以高速状态下的操作性相较于米格更加灵活 而后配合雷达瞄准一 能够在低空有效对抗米格15 1950年末至1951年初 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 从鸭绿江以南至青川江之间的空域 是米格15与F-86的主要基站区 美国飞行员开始以后巷称呼这个区域 认为进入这个空域就要展开宛如后巷中的混战 根据朝鲜战争结束后 在1953年的统计 美国空军损失了250架F-86配刀战机 并有186位飞行员在战斗中殉职 但没过多久 美国声称其配刀战机部队击落了805架米格15 成功赢得了朝鲜战争的制空权 不过据苏联的统计 苏联空军在韩国战场损失了335架米格15 援助给中国的米格15则是损失224架 其实这样的数据统计 每次战后都会不一样 总不能承认我的飞机不如你的飞机吧 但是从北朝鲜逃亡出来的相关人士口述 此次战争中损失的米格15数量 约在650架左右 其实不管怎么说 F-86作为北美航空公司研制的 第一种后掠翼喷气式战斗机 直接开启了全世界空军后掠翼超声速战斗机的新纪元 而且不可否认 这是美国、北约及日本在50年代使用最多的战斗机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发表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 如果大家还希望看到哪些装备 同样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宝贵的意见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的观赏